他应该是全网最剑的一只哈士奇了 看他这智慧的眼神和逗逼的表情 就知道这只哈士奇不简单 蝉使官只是用手指指了他一下 他就开始疯狂地挑衅 而且眼神中悟空一切 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他的宗旨就是你打我一下 我就咬你一口 吃亏的事绝对不干 这只哈士奇的名字叫沈肉肉 从他的眼神当中就可以看出 他的血统不但纯正而且高贵 清澈而又愚蠢的眼神中 没有被一点智慧污染 高傲的鼻孔永远向上 不正眼看任何人 这样的气质绝对符合他 雪橇三傻的身份 沈肉肉主打就是一个脑袋空空 脾气暴躁 谁也不符合 和自己的腿都能打击眼了 你这是腿啊 你这是鸡打击啊 没事没事 他翻垃圾桶时 能把盖子套在头上 几分钟的时间 当着铲屎官的面 就能把家里的墙皮给拆了 就算是狗脏俱祸 他也是一脸的不服气 坚定的眼神 永远不会承认自己有错 任何的美食 他都要替铲屎官先尝尝 因此沈肉肉的狗伤当中 每天都伴随着铲屎官 啪啪的大嘴巴子 只要让他逮到机会 就会钻到床底下噗出来 把一只脑袋录在外面 挑衅铲屎官打不到了 不过以他的智商 想和铲屎官斗还差点 铲屎官只是稍微挪动了一下柜子 就把他的狗头卡在了那里 过年铲屎官带着他回老家 沈肉肉的智商再闯心地 连续十几天 沈肉肉的头每天都卡在笼子上 别人是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沈肉肉是明知会卡 却还天天卡 家里的鸡鸭鹅狗全都开了眼 边木更是对着沈肉肉一通研究 他不明白为什么会有哈士奇 这种傻子的存在 和他在一起简直拉低自己的身份 其实他并不是真的傻 在吃的面前他会想尽一切办法 谁能想到一只傻乎乎的哈士奇 会用这种办法喝奶 粉丝们看了 纷纷表示不相信 沈肉肉最近好像长脑子了 照这样发展下去 他还是粉丝们喜欢的那个肉肉朋友 就不要火炸绘 干什么 我怕干什么 粉丝们喜欢这么多